好的欢迎回到 好牛尾八场鼻祖的比赛 现在是由K78上场了 K78对上这个叫卡杯的肯 一堵墙 好名字 直接选择架招 然后被投了 投了一个确反康出来 后后躲到头 然后反手带一个确反的指令头 挺痛的 老桑现在就是慢慢找机会 抓个三次游戏结束 其实不用三次 一般在立回当中会掉点血 你要抓中中的话 两个就可以带走对手 就两次 来 这一反投投到一发 一个普通投可以投掉这么多血量 不愧是你桑杰尔夫 为什么现在选手都喜欢穿绿色 刚才那个加密也是绿的 那个桑杰尔夫也是绿的 都没有环保 都环保人世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一个 能戴帽子的角色 我很期待我的绿帽子能回归一下 让我用一用 体验一下这个版本的绿帽子是啥感觉 现在卡杯这边已经没有斗气了 好 在立回的时候打不过 因为他是要作为一个主动进攻的一方 水料落后太多了 那老桑最希望的就是你来主动进攻了 你来主动进攻我的各种招 距离又远又长判定又硬 对吧 很容易把你放倒 哇 这上来直接把气烧完 你别玩了 你接下来这一波你不把他压到死 你当心啊 你当心 直接硬压 一个又一个的头 那老桑这边怎么办 这边气也回差不多了 一波进攻只得把那个斗气虚弱给拖完了 好家伙 不着急 好吧 可以把之前的一个比赛表现我也看了 打得非常的稳 这一代老桑就是要这么稳的 主要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斗气充足 斗气充足你就有折对手的可能性 你没斗气对吧 你摸到对手你也折不了对手 这种拳只得吃到蹦放了 这里往后退了一步 退了一步以后再打一个迅雷疾风角 这个时候KG8最后的这一点血量 他也不想2C了 连续按两个头 下中掉放倒 按道来说这个已经很难打了 对手最后一个抢下清拳只得带走了 因为老桑这个角色无论怎么样 他都得卖血往前走对吧 你要去打进攻你肯定得卖血 跟对手硬拆一下 去换一个大伤害的机会 主要是打一个回报差对吧 我这一波攻过来 我的回报会比你大 那我只要这样自己硬冲就行了 动挡兵中 然后绿冲跟上做一个推板 老桑进墙角 老桑进墙角的话 除了CA没有什么反击的机会的 要么就叫一个斗气反击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改一改 以后这种斗气全部用D来代替 就像以前的VT 现在叫DTDR 否则这个字节太多了 发音太累了 轻条点中 直接前冲取消了 再冲被截 哎 环流点轻只给了一个下动脚 问题也不大吧 再冲到了墙角了 老桑要开始暴怒了 暴走起来了 卡在这个位置 先点两下 做做前世 什么时候回上 这个坑也是很自在 哦 对啊 哈哈哈哈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去比 可思了可思了可思了 这个坑也很冷静 什么都没按 静静的在原地等待 下来拿到一个1-0 对局也没办法 老桑就是得这样 突如其来的一发 哎没中 对不起 中拳拼导相杀 慢慢的往前做一个推板 但打肯的话 推板不是很好推的 你真的要很耐心 你很多时候还得往后退 肯的话他有一个力回当中很强的打前进的招 就是站中角 那如果让你往前走的太多的话 对手一个中角打过来念伤的 所以他还是得走两步 然后退一退看看对手会不会出招 前前过去点了一下 轻角直接做取消 但是没有压得很狠 老桑这边 血量比较多 问题不是很大 多退一点 等你主动打进攻 看看他会怎么来去截对手的一个进攻 现在老桑那边还是退得多 他不能太冒进 没办法 打肯这个角色 你看肯这边其实也是一直在退 他就在等你 他时间已经不多了 你有本事在最后十秒分出个胜负 轻点被点中了 想直接爆没有爆中 然后就被想缺反对不起 缺反的指令头死了 这边缺反失误了 有点着急 刚才如果直接绿冲一个重拳 我觉得都来得及 他选择是跑起来打一个旋风角 他这样老桑那边先拿回一灯 全部防住了 这里架到一手 下重拳打完取消跑一下 应该是要做推板 反正伤害也打不了多少 再轻攻击点两发加个生龙 直接跑 跑完以后反投 这一手反投很关键 防住了对手的生龙 先做一个痛的半血的指令头 一发跟对手的CA3一样伤害 真的惊人 轻鸟跑完再一个指令头 对手已经进入生死一线间了 那接下来老桑只要做防守反击就行了 老桑的防守反击能力还是很强 主要在于他的一个轻攻击 下轻拳速度又快 对吧 然后加上自己的重拳有霸体 中拳这种距离射程都很长 当他进入到一种要打防守反击的状态的时候 老桑的智慧就来了 没防住 上来拼到一个相杀 一点点往后退 再往后退就要没位置了 吃到一发就要进墙角 其实对于可来说 他想要放到眼前这个男人还是比较难的 一个有经验的老桑的话 打这种普通的利回型的角色 他是不虚的 你要跟他打利回 他从来不吃任何人的亏 对空 这下选择EX旋风 但这下旋风过去以后 并没能形成连段 而且自己的位置上面掉的有点多 这TC大中旋风了 直接压过去 这下没有投中 老桑那边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已经被逼近墙角了 没有利回的空间了 对手直接一个奔上墙 上墙以后 这边选择一个投则 投完以后 再来 会有第三发吗 第三发不能再来了 再来老桑一个后后的话 你可能会直接死 这你投到一个 接下来是 很慌的 说真的 对手会升龙 哎 防住了 指定头 没有死 彭虹爵 青鸟取消去找对手 赌一把 哇 跳中角 对手没有升龙对空的反应 跳中角来的会比较快 你要有提前准备 你没有提前准备的话 这个神龙没那么好升 你蹲下来想要去做一个蹲升 等你搓招的时候已经中了 直接爆 爆中以后 再往前吐吗 没有 慢慢来 反正有优势就不用主动出手了 对手肯定急的 老桑要是开局能爆中对手一下 已经是大优了 再加上这种高手的水平在对吧 利回很极致 对手摸不到 现在手上C3 这C3已经不重要了 哦 直接一个旋风挡拍死 这样比分来到了2比1 可是把老桑感觉目前还是很强 他的利回做得很完美 不会给到对手很多的机会 就慢慢来 中拳打中一个 好了 血量有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其实不大 关键是要爆中 能够拉开水量差的话 对手这边很难通过一次机会 拉回那个水量 就必须要持续进攻 这边架招然后被投掉 比较麻烦了 中拳 两发 可以 下中拳扫到一个收招 来 中拳打中了取消 再来一次进场角 升龙收尾 牙齿 往后一躲 躲了对手的一个拆头 应该是骗拆了 好那这样先领先盈登 老桑这个对局感觉跟街霸我还是有点像的 强行拖慢节奏 已经换成其他角色已经两个人在对冲 虎脸 但是老桑他不行 老桑必须要慢慢来 他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角色 玩老桑你要是没耐心 我建议你还是早点换个角色 这角色你要想上去把对手冲死的话 大概率死在路上 好 这边两点以后直接冲 并没有选择打连段 想要过去再折一次 结果被对手抢了 现在 骑士巴这边 手上的斗气支撑最后一个对手肯定会保持自己的攻势 不会让你的斗气轻易回上来 反向了一个身 再往前吹 下重量捅中 但是没有取消 他应该是想取消的 否则那个下重拳不会出来 应该是出现了一个手势上的失误 这比较可惜了 刚才如果下重量取消命中成功 然后加上下重拳带个CA的话 骑士巴应该已经死了 这边要干嘛 轻功之点中直接抢一个CA 你说你用现代模式我都信好吧 轻功之单发直接给到一个CA 虽然我觉得不是确认的 他就赌一个对手拉前了 对手要是拉前的那一瞬 你要是点出去你就别想了 你就默认这一下中了 他没有防的对吧 但我觉得就像J86的话 他还有个驾招在 你可以拉前然后按一个驾招骗对手 对手感觉打中了 然后直接附和一个CA什么出来 那你血赚 中拳摸两发 老桑的一个中拳打对手 斗琪打的还是蛮多的 这边 绿冲过去下中拳已经收招了 看到你用笨放来顶的话 那对不起肯定是一个反笨 现在血量已经拉开一半了 老桑的一个整体对局思路 还是比较清晰的 一旦我有血量优势 我就慢慢的等气回满就行了 回满以后呢 我一个轻角就可以启动我的后续折 然后剩余的时间就是等气回满 就不用想太多了 用自己的拳脚挡一挡对手 不要让他过来 然后等到自己的斗琪足够多的时候 一个战轻鸟 然后啪一个插盒飞过去 就开始了 考试 但前提的话 最好你还是能预判到对手有出这个下段制 有出下段制的话 用轻鸟去点就很容易中 来 这边直接硬开 没有开中 被对手一个下中脚扫回来 接下来问题来了 斗琪不多的情况下 对手的连续进攻 并没有打过来 这里塔杯打得有点保守了 刚才下中脚扫倒 没有选择直接上脸去硬折 已经是落后这么多了 再不上去跟对手拼的话 就很难有翻盘点 这斗琪又开始了 要慢慢等慢慢回 其实对手看了也值得 因为老实上斗琪一板的话 就意味着他下一发轻咬 就肯定会冲上脸来 蛮吓人的 轻攻击点住 直接把他点开散了 要冲了要冲了 重量点一发 来防住了 对手绿冲 好 这应该要主动出击了吧 对手的一个斗琪 已经只剩这么点了 哪怕他凹生龙他也很亏 对啊 该冲了 从里面 最挥发 重拳 打中 他好耐心 根本就不想冲 优势这么大 何必跟他护责 对不对 纯打力回 这个重拳完了以后直接抓 他那个重拳打完以后 应该是个落后的 卡贝这边没有抢 他估计也不是应该抢 因为KC8手上有个CA在 万一他直接凹CA呢 我甚至有理由 相信刚才KC8这边 应该是想要出CA 然后没出出来 出出一个普通的指令头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伦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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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